我呢,平时都不喝水的 水分来自于哪里呢? 平时我去吃饭的时候和吃菜的时候 吃菜我基本上也不喝汤 然后跑哪里都不喝水啊 所以人家到哪时候我说不喝 我从来不喝水的,人家觉得奇怪 我去着不喝水 然后呢,像以前吧 人家喝啤酒 叫我喝啤酒,我说不喝 你叫我把这一瓶的,你不要说啤酒了 这一瓶的啤酒了 你叫我这一瓶的水,你叫我喝下去 我都喝不下去 真的喝不下去 我就是不喝水 然后呢 昨天呢 出了个茶厨喝了点水 这杯子这么大啊 人家给了我两个柠檬 我就是一个柠檬 柠檬 我以为是那个小的柚子 所以我就切成一片一片的 以后就有些发色的感觉 感觉味道不对 我就打电话问人家 我说你给我的到底 到底什么,怎么这么吃啊 他说是柠檬 那我说那些菜怎么办 人家说那个叫我 把那个柠檬嘛 泡水喝 我想那个水 也说起来也是个水果 不要浪费了 那我就泡了水啊 然后泡了水以后呢 大概我也喝不下去 喝了这个杯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我喝了三分之一 然后睡了 睡了一刻 然后我就不断起上小便 不断起上小便 好像感觉小便出来的水啊 超过我喝下去的 我每次都发现这样 我只要喝了一点点水啊 然后就排出来的水啊 好像超过我喝下去的水 我这也不知道是错觉呢 还是真的那样 就是我说排出来的水 超过了喝下去的水 但是我平时不喝水 那倒是真的 你看我们去上课的时候 人家都大都带着这么大一个高高的杯子 我什么都没有 我有时候我抱着带了一个这么小的一个 人家给我的一个矿泉水 就这么一个 这个我带一个月还在那边碰都没空 所以呢 我今天领盘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到那个一个飞碟啊 飞碟啊在洒水啊 像一个水龙头一样 那个淋浴一样的洒水啊 洒水洒水就洒下来 洒下来就就碰到我身上了 哎 啥啥噴在我身上了 那个一个飞碟啊在洒水啊 给我洒水啊 就碰在我身上了 碰在我身上了 哎 碰在我身上了 碰在我身上了 我看感觉冷了 哎是我平时感觉冷的 尤其冬天啊 冬天啊 冬天我一般来穿 穿五件六件衣服啊 哎 冷啊 冷啊 是冷啊 冷啊 然后 然后 它关一户 关一户的话又开了 大概三到四个小时给我把喷一次 三到四个小时给我把喷一次 身上喷一次 身上喷一次 为什么给我喷呢 他提醒我 他说地球上的核物质 远远超过了那个极限 地球上的核物质远远超过了那个极限 飘在你身上的灰尖里面都有那个放射线核物质 所以对你身上对你身体不利 所以他要隔有时候两到三个小时 有的三到四个小时 就从那个高位空间给我喷水 喷喷喷下来 但我们眼睛看不见 因为从高位空间喷的 我喷着看不见 我要看也是要零排的是看临界当然才知道 就是观平眼睛看是看不见的 要他们把临界当然拿给我看 我才能看得见 然后两到三个小时 或者三到四个小时 把我给我撒一只水 撒一只水 撒一只水 从头到脚 撒一只水 因为撒了水以后 把身上的热量带走了 所以我基本上都一直感觉冷 这个正常跟我符合 一直感觉冷 一直感觉冷 平时一直感觉冷 然后皮膚比较嫩 为什么我不缺水分呢 是不缺水分 经常有人问我是多少年纪 我说多少年纪 那不可能吧 我还以为你多少多少年纪呢 反正我另外一个症状 另外一个什么症状呢 我不小心门上磕了一下子 或者拿磕一下子 就把皮肤磕破了 因为太嫩了嘛 而且那个手软软的 那个手软软的比你人的手还软 因为那个水分多 就像那个干洗完 洗完澡的那个症状 然后又给我喷了 又给我喷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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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我差不多1.5个小时 就给我一个半小时 就给我喷一次水啊 给我喷一次水啊 喷一次水啊 包括我睡觉的时候 也来从高位空 给我喷一次水啊 所以啊 因为身上那个 这样就不缺水了 身上都有水分嘛 皮肤也可以吸收水分了 皮肤也可以吸收水分了 所以啊 我基本上就不喝水 哦 哎 哎 这个通过不温和啊 然后呢 然后说为什么 那个说小编的时候 我自己感觉 那个喝下去的水 排出来的水 比那个 排 比那个喝进去的水多啊 哎 那也不是出表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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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就像那你冲水的时候 你跟你冲水的时候 流下来嘛 流下来的水啊 也流到那个 那个池里边嘛 像那样 流下来的水啊 也流到那个池里边嘛 所以你看那个水的时候 就会啊 总量啊 就会 排出来的水 多一喝下去的水 哎 实际上这个水呢 也是高位空边喷下来的 高位空边喷下来的 帮我 洗身上的那个 地球上的那个 核污子啊 灰尘里边都是核污子啊 为什么 他们要特别的给我冲呢 因为啊 因为啊 我 本来不是来这 不是在这个地球上的 哎 是为了完成 我移民到这个地球上的啊 所以我到了地球上以后 他们那个 那个飞碟还是给我 不断的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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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给我喷水啊 这个一描述以后 从那些阵上 吃饭喝了 我对那些核污子特别建议 特别建议 我基本上那个 说要要消除那些核污子啊 那个吃啊 吃不离口 接着呢 说那个核污子的事 另外一个就是不喝水 然后喝了一下子 就感觉排出来的 那我平时为什么注意不到那个呢 因为那个瓶子那个量 比较很定嘛 我就没有关注这个应该 应该多少 但是呢 我喝了一点点水一个 就感觉排出来就特别多 哎 这我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 很明显的 说到这里的 它又给我喷水了 又给我喷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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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用水了就把那个 那些放在这个核污子 就站在皮肤上的 呃 站在皮肤上就把我那个 把他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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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冲走啊 然后 呃 也是都跑远了 跑远了以后 它那个 呃 它就一个像一个 加油枪一个 一个摆子就伸得远远的 伸过来给我喷 反正平时就固定在我上房 固定在我活动方面 它基本上就喷到 我走远了 它就伸出了一个板子 呃 给我喷 如果走得更远的话 那飞得就挪了 挪了 给我喷 挪了给我喷 哦 感觉这真的不是 真的 不是 出去啊 真的不是出去啊 我想起来一件事啊 就这几年前呢 我在 一个地方那个 上议课嘛 听议课嘛 我看到人家都拿着那个杯子什么之类的 那老师看到我从来 从来不喝水 对我说 哎呦 你不喝水 圣诞案毁掉的 你赶紧到医院里检查一下子 我就觉得奇怪 我自己 不想喝水 你叫我 灌也灌不进去啊 所以啊 人家对我说你 喝啤酒 我说不喝 你不要说叫我喝一瓶啤酒了 你叫我灌一瓶 一瓶水 喝下去啊 我都没这个 没这个本事啊 我基本上要出很多汗的时候 我如果出了很多汗 我喝多少水呢 这种瓶子就喝这么一点点了 出了很多汗 满身当汗的时候 也是啊 一般情况 我是不喝水的 好 再见 再见